雅庭律師也要講 在台灣詩壇講的話 現在還沒有人超過他 他創作的詩等於是為民族的母語 有極大的貢獻 他對於他所從事的文化工作 永遠充滿信心 他不僅是文化界的領袖 我覺得也是傳播界的標竿 如果看過木樹的第一系列島嶼寫作 你就會發現說每一個人 每一個作家都有一個重要的好朋友 叫雅閑 幾乎每一個我們受訪的這些文學家 他們跟雅閑老師的關係 看得出他們受到雅閑老師 某種程度的一種激勵 溫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點點酒和墨西花之必要 雅閑的事件他沒事整好 他所有事情那麼幾乎 幾乎我們都會背 雅閑的事件 一般講台灣事態講的話 現在還沒有人超過他 雅閑在洪範出一本詩集 叫雅閑詩集 這個是已經四十多年了 每年只削個幾百本 但是這幾百本 卻穩定地持續了四十多年 而且還稍微在增加成長當中 編集就是能夠讓這個時代的文學 建立出一種品味 雅閑在一九六零年代到七零年代 前期編幼詩文藝 幼詩文藝那時候是最好的雜誌 然後呢他後來到聯合副刊 那時候是報紙副刊的黃金時代 對於成長再見時期的青年朋友們 大概都很難忘記在那個時代 副刊對我們的影響 聯合副刊尤其是當中大家非常重要的精神糧食 能夠透過文字來了解世界 同時能夠透過文字來關懷在地 我做的研究的東西也不少 有周襄的文學我做的研究 戴王書的詩卷我做的研究 劉辦農文章和詩 我有專門的對他的研究 在1981年那時候 那一本中國現代新詩研究 他想盡辦法天涯巡蘇 然後把新聞學運動的前行代之人 十一個把他們的作品評論 全部聚集在這一本 日據時期的作家 他把他們都找出來 楊奎啦 楊雲平啦 希望他們再拿起筆來寫 後來出了寶刀集 那都是前輩們寫的東西 我大半都有記錄 自己不行了 因為我知道誰行 所以大家一般到現在看到我都很高興 雅玄老師 我那些東西你以後把它研究 再按一下 那不管是他的專業工作 或者是他對於下一個世代的培育 甚至包含他自己本身 作為一個非常令人景仰的詩人 這些總和的成就讓我們都非常的欽佩 所以我們非常榮幸能夠把 第27屆的文化獎頒給雅玄老師